趁仙子不注意男人猛地将他偷袭 并大言不惨表示自己是他未来夫君 怎么 不相信吗 我知道你胸口处有一朵蓝脸 大腿根处有一块红色胎脊 娘子你要干什么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 一旦魔君消逸被迫重生回到过去 而娘子此时已是大成七大王 可如何能让娘子相信自己是他夫君 就在刚刚 宁静的村落遭遇妖兽袭击 一位玉骨兵姬的白衣仙子现身请客间斩灭重要 无限忧伤难难到一个普通村落竟会遭此劫难 真是可怜了这些凡人 下一秒仙子确实一惊 只见倒地的男人猛地睁开双眼 我居然没死 寒烟是你救了我吗 爱死你了 妹子无比反感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赶快放手我又不认识你 娘子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我不是故意丢下你去和别人同归于尽的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争取年底生个娃 而妹子终于忍耐到了极限 恐怖的兵连绽放将老六击飞 有寒烟你谋杀亲夫吗 萧逸这才发现自己如今已无半分法力 受了刺激才胡言乱语 萧家村不是很多年前就没了吗 看着还是少年模样的夜酒 萧逸此刻才知晓这是回到了过去 然后脑海浮现出之前最后的景象 寒烟故作坚强仍止不住泪水决堤 答应我 夫君一定要平安归来 放心吧娘子 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然后又献出自己与林青年的生死搏斗 直至最终到达生命尽头 自己与其同归于尽的画面 不知过了多久 一座于天际翱翔的巨州之上 噩梦中的萧逸猛然惊醒 清脆的声音传来你可算醒了 侍女表示跟我来我们店主要见你 敢问仙子 这里是 侍女达到此乃去往问天中的飞梭 萧逸暗想果然如此 我真的回到了过去 这正是柳寒烟当年救下年幼的自己那个节点 虽然后来成功把她拿下 但在这个时候她还不认识我 根据上一世的经验 此刻若不做点改变随即会被送到外门当杂役地 马上迎来乱世时间紧迫 不容自己再慢慢修炼了 思索间那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 拥有绝世容貌的娘子正皱起眉头怒视自己 正是问天宗广寒仙子柳寒烟 她是修仙界最为瞩目的女兄 世间不知多少男子对她一见倾心 却从无一人能扰乱其道心半分 甚至多少年来 连她的真名都极少有人知情 因此妹子此刻冷冷问到你是从何处得知我的名字 寒烟啊 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匪夷所思 之所以知道你的名字 因为我是你的夫君啊 却见寒霜浮于妹子脸上 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完了完了 以前她每次炸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反应 既然如此 那本人要动真格的 你最喜欢的水果是香蕉 你最害怕狗子 因为做凡人的时候被狗咬过 还有你的乳名叫烟烟 那是你爹花一两银子找算命先生请 老六说道口吐白沫 却没留意妹子杀意见识 下一刻薄梗便被林立掐住浮于半空 对我调查这么细致 想必你必是魔教派来的卧底 说是谁只派你来的 听到有人硬说是自己的转世老公 不如其来的冒犯让仙子无从招架 而随着萧毅道出妹子前面大灯与大腿处的私密 柳寒烟瞬间炸毛对我调查如此细致 你必是魔教派来的卧底 娘子我说的都是真的 还有你乃先天寒冰绝脉 修炼的是冰心绝而不是本宗的问天九绝 妹子心中波澜万丈这秘密 只有师父和我知道才对 快说你还知道些什么 那夫君我就说了 此功法是你师父逼你修炼 而他实际上是一门顶部功法 修炼此功一旦失身功力将全部灌输给对方 所幸你后来发现师父阴谋于是设法案中将他出去 并已瞒成一次意外瞒过宗门所有人 这才有了如今的广寒仙子 也就是我的妻子柳寒烟 而听完妹子方心彻底大乱 悔然的跌坐在寓意之上 这些事除非是我亲口所说 否则不可能有任何外人知晓 你既然说你来自未来 那你倒是说说我们将来会发生何事 看到娘子已多半相信自己消逸轻轻叹息 五十年后政协大战爆发九州风火不断 问天宗四宗被毁而赤萧教叛入魔宗 若书们名存实亡无相似两大神僧原济 而我被问天宗叛徒诬陷逃亡天下 却阴差阳错与你相识而结为道路 之后我们决定一同归因哪知却被轻念 不对被仇人找上门来 之后我与其同归于尽 却没曾想再次睁眼 竟是回到这当年被你所救之时 寒烟啊再次见老女 真好 而此刻店外女弟子狄固不知店主找她有什么事 无非就是问一些事呗 店主对男人的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哪只屋内此刻一派和谐景象 柳寒烟抱住两斤半 这就是你所说的改进功法吗 没错 这是当初我俩耗费三年才改进出来的冰心诀 而妹子好奇地靠在男人身上 酥酥软软的触感让老六直冒冷汗 随即表示有此功法 当年我夫妻轻轻之时也不会让你破功 妹子气到翘脸飞红说什么呢 谁是你娘子 说不定那只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一人 仙子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不是我的娘子那就算了 这改进版的功法可是我为娘子准备的 怎么了柳姑娘 难不成你要强强我和娘子的定情信物 看到妹子气到抱走老六心满意子 那个歧视给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本人有一个条件 我给你功法 你说我做真传弟子如何 我的娘子是宗门大佬 因此宗门选秀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可奈何我的表现过于弱机 连娘子的面子都碎落一地 就在刚刚 对于这个转世夫君柳寒烟将信将疑 而老六以改良法觉作为要挟 提出要先做她的真传弟子 妹子一口拒绝我飞雪阁 巨为女子怎么让你进来 那就是没得谈了 在下就此离开以后我们互不相干 柳寒烟银哑咬碎随即一口答应 但是你不能做任何愉悦之事 否则我定不饶你 还有我们的关系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第二日的太极殿外 一众青年才俊齐齐汇聚于此 而随着问天宗九大殿主齐齐落座 宗主宣布选秀大会正式开始 各位小友据为九州天之骄子 但在入门之前 还需各位进行灵根测试 根据资质分为甲义饼 丁念到名字便可上前 第一名靓仔为慕灵根一等顺利通过考验 望着老六好似胸有成竹 寒烟心想只要到达一等 便可找个由头将其收入门下 而与其同来的夜酒 居然为水灵根假伤 宗主无比欣慰 这是寒烟女半路带来的两人之一吗 另一位大概也不会差 等喊到消逸之名 让寒烟精神一阵 而老六挠头苦笑 没想到还得经历一次 果不其然与前世一样 还是丁等最下 检测官为之一 愣怀疑是不是仪器出了问题 老兄要不要再试一次 不用不用 我多废物我还不知道吗 而面对夜酒关心消逸 表示别多想 我是那种需要资质的人吗 就是娘子看我的眼神 让我好怕怕 旁边苏店主怒骂是谁收了钱 把这种拉胯玩意 也往门派里赛 寒烟悠悠说到此人 是我举荐的 师弟你有什么意见 旁边另一店主表示 苏师弟生气也属正常 各店按座席名次来挑选弟子 除非咱们拉下脸赶人出去 否则那个极品铁定 落到苏师弟门下 而测试完毕来到挑选弟子环节 在各店主的受益之下 随即纷纷挑选众议的苗子 很快便轮到苏寒烟的飞雪大殿 名侠 按老规矩挑选 妹子领命静止走向萧毅 让老六露出期待之色 哪知下一秒擦身而过 妹子牵起后面一名女弟子 随着身边之人越来越少 最后场中只留下萧毅一个人 简直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可这次 娘子寒烟她不会骗我吧 就算妹子是高冷的广寒仙子 可按照剧本 她很快就成为我的老 哪知今天前世剧情 却被别人打乱 让萧毅的计划统统落空 就在刚刚 众人剧都比是萧毅的 灵根检测为丁等最惨 也正好给了机会 让柳寒烟将她收入门下 既然我将她带入宗门 那我便应该对其父子 宗主吃惊师妹的广寒殿 可是有纸收女弟子的规矩 妹子故作大义凛然 我问天宗必须言而有信 灵根低下又如何 一个弟子而已 我广寒殿还养得起 但若把答应入门的弟子赶出去 那我宗还和谭正道志光 众人盛赞不愧是广寒师妹 这才是我派殿主应有的风范 相比之下 某些人可就有失风度 苏殿主怒到 直接念我身份证好了 拐弯抹角的啥 随即大呼我无牙殿 还不需要别人帮忙养弟子 他不就是零根差吗 我偏收他做清传弟子 就不幸交不了他 啥情况一个杂根弟子 也配做清传 而寒烟也交集表示 等等这萧毅可是我先收了 却被苏殿主回向师姐 女广寒殿可是已经选过弟子 我无牙殿虽为各殿之末 可是也有尊严 其实只剩一个弟子 也是轮到我选取 萧毅这个家伙 我无牙殿收了 而宗主做和事老 那就这样了 今日酒店都有收获不错不错 寒烟彻底无语 没想到眼不透 希望那家伙不要怪我 尽头来到无牙殿主 风风景可谓美不胜受 师兄向天歌性格憨厚 为人耿直无比 初见小师弟便亲切地打着招呼 就是偶尔不太懂得 控制手上力道 像师兄还是老样子 和记忆中的一样 上一世自己也是入的无牙殿 只不过自己花了二十年 才从杂役弟子变成正式弟子 当时就是他教我武功 自己可没少吃过苦 这次托娘子的福 阴差阳错 直接混个清传弟子倒也不错 而风中苏殿主之女 对即将到来的师弟可谓兴趣满满 当听到父亲后悔 方才太过冲动 妹子不满到当着权宗 说过的话 爹爹可要为人家负责 苏千一娘子走来 表示收个弟子挺好 还有你不是说过那孩子 虽然灵根不行 但心智颇为成熟吗 大不了我帮你教导 而此刻屋外传来 大弟子的声音师父师娘 小师弟到了 师弟啊看你自己了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回想起上一世 师父莫名陨落 而自己被诬陷为凶手 师父最后一程都没能送别 自己只能背负骂名远顿 这一世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弟子消逸 拜见师父师母小师姐 男人重生 被未来老婆带回宗门 这一世本想直接败入老婆门下 可不出意外再次败入 前世所在的乌鸦峰 由于比上一世提前十年来到这里 而当年暗恋的师姐 此时年龄尚小 自己居然沦为 这刁蛮公主的陪夺 再问天宗 杂役弟子几乎接触不到正统授船 只有在船弟子 才能真正踏入修仙门槛 而真船弟子极为稀少 可享受门派最好资源 消逸万万想不到 这一世自己直接成为真船 看来还是要感谢娘子了 而后听到一阵杂门之声 来了来了 敲个毛线了 下一刻小白竟赫然蹲在门外 上一世这个狮子 最喜欢溺在自己身边 别闹了师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武林精怪的妹子 无趣地探出头来 你这家伙不害怕吗 其他人都有被小白吓到过来 萧一峰苦笑明白了师姐再来一次 随即再次开门装作害怕的样子 哎呀 好大的狮子 师姐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苏妙琴干咳两声 稍显夸张 但表情还算到位 随后才想起自己有正事来找萧一峰 之前苦于众人集体逼自己学艺 如今有了更菜的师弟 替自己分担火力 妹子兴奋地表示师弟啊 不要有压力 有不会的师姐也会教你 天歌师兄也怕其吃力 只能从最基本的说起 生无可恋地介绍境界的基本划分 妹子无比满足自己总算可以偷懒 先睡一会儿 反正以师弟的资质肯定学得很慢 哪知很快被师兄叫醒 表示要考自己昨天学得见 一连猛的妹子发问 不是在给师弟补之前的东西吗 哦他已经补完了 并且还把今天的课程也学完了 师弟虽然资质不佳 但悟性似乎极高 教他的东西基本一遍就能学会 苏妙琴这才明白自己隐隆入室 说好一起当菜机 你却把人家抛弃 气得妹子连肖一峰过来问候都置之不如 既然如此 那师弟我们去二师兄那里学学正法俘路吧 上一世纪的苏妙琴最擅长的便是五行术法 估计这小丫头被自己激发出斗志来 向天哥满意的点点头 不错不错 一会儿把师弟的表现向师父师母汇报一下 冷若冰霜的广寒仙子 却捡到九块九包邮的便宜老公 虽然有些抗拒 但不得不承认他了解自己一切 故而让妹子无心处理店中事宜 也不知那个家伙 读书从编号9527 本以为师弟更才能替自己分担火力 可萧义仰仗前世加持 很快习得剑法并超越自己 说好一起躺平你却给我内卷 走走走 就不信正法俘路你还能比我强 二师兄的灵虚大殿之中 妙琴强忍困意不能睡 我可是师姐 老道夸赞妙琴表现不错 可萧师弟似乎看上去有些疑惑 萧义起身提出自己疑问随即让老道大为震惊 想不到师弟虽小却在正法之道有如此天赋 妙琴啊 以后有什么不会多向你师弟请教 伴之而来又要安慰一番失忆的妹子 想自己前世好歹也是摩尊 学这些初级课程简直浪费时间 而见了鬼的妹子又出现在阎武大殿 师弟莫怕 四师姐负责实战课程可她还是很疏忍的 呵呵这里看的不是悟性 而是实打实的修为 我看你还怎么卷 哪知四师姐表示没空一口将两人拒绝 此言郑重萧一下怀 自己练气还没开始 脑子进了水才要和原因期大佬打实战 师姐告辞 苏妙琴仍不死心等等 师弟先别走 左脚一步留神半道右脚 下一刻一百八十斤顺势扑到萧一怀中 顺带将摆放整齐的桌椅砸到起飞 感受怀中温存老六正准备问妹子有没有事 周身空气骤然变冷让两人大感不妙 刚当你俩说 想上实战课对吧 没有没有 师姐您忙 就当我们没说 而居右山猛的向旁边甩出一拳 彻底将两人的退路封住 你们不要怕 我是你们的师姐 又不是什么恶魔呀 我重生后去寻找前世妻子柳寒烟 可奈何她总是将我拒之千里之外 毕竟她如今已是芳华绝代的广寒女仙 而前世暗恋的妙琴师姐如今年龄上下 因此笑一风对她少了几分情愫 而更多的是将其当妹妹看待 就在刚刚两人来到乌鸦店的后山密林 发觉被圈养的疾风妖狼被偷袭并取走妖单 看着咬痕是一击必杀 看来对方必定高出其几个境界 而妙琴瞬间来了兴致 召唤小白循着味道去寻找赵氏妖兽 师弟别怕 厉害的妖兽早被爹娘清理剩下的我都搞定 快快跟上 小白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对劲 小白居然变回了原形 而随着白色巨狮一声怒吼 空地之中赫然有着更多的疾风狼 是不禁让妙琴陷入恍惚 一时间竟没察觉身后蛇尾向自己扫来 笑一风大喊师姐小心 拦起妙琴堪堪躲过致命一击 而两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却听小白一声痛吼 瞬间被砸飞出去 妹子心痛得瞪大双眼 而小白已纹丝不动不知死 这妖兽不仅强大 居然还有隐形能力 应该是在我们头上 火不其然半空献出血盆大膜 腥臭的绿色光球在其口中凝聚 并瞬间吐向两人 妙琴虽惊不乱大呼找死 镇定的凝聚法力 下一刻便祭出数道幻解 五匹剑芒鱼虚空斩向光球 发出巨大爆裂之声 哪知浓郁毒气将两人包围 妙琴头晕脑胀小风了 我不行了 师姐 不能睡 待毒烟散尽才见通体莫瑟的巨蟒盘于面前 看样子没将两人放在眼中 因此不再隐匿身形 师姐 先下手为强 没问题 师弟看我的厉害 妙琴掐动法觉换出雷玉剑阵 巨大光剑按不同方位差于地表 看到妖兽被剑网困住并发出痛苦丝毫 妹子不禁长舒一口气 回过头来傲娇地表示师弟看我厉害 哪知看到的却是肖一风凝重 转为焦急的表情 糟了糟了 师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因为轻松突破练气 七层让妙琴忘乎所以 为了在师弟面前表现 竟无视后山妖兽横行 就在刚刚 他祭出压箱底的手段 才勉强将百米大蛇镇压 小风呀 师姐我厉不厉害 还有多亏了你提醒的早 话没说完双腿已然发软 不用担心 就是刚才不小心中了蛇肚 我们赶紧回去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爹娘 哪知听到大蛇一声扬天巨吼 身形暴涨之下 竟是挣脱电网束缚 怎么可能 练气镜妖兽绝对不是这样 难道他是 是什么事 师姐你说清楚啊 这大蛇绝对堪比 人类助击气的大能 来不及多想妙琴大喊 师弟快蹲草 可妖兽皮操肉后 妹子攻击对他如同毛痒一般 不行啊 得想别的办法 对了攻击他的眼睛 哪知大蛇早有准备 两人对视的瞬间 妹子只觉头昏眼花 蛇老六居然用眼神发动 幻术加速了妙琴体内毒素扩散 妹子周身麻痹 手脚变得不听舌 只能看着巨大蛇尾将自己砸飞老远 仙剑都被打断 浮在地上吐血不止 眼看蛇口越来越近 妙琴悔恨不仅自己死在妖兽手中 难道还要连累小枫吗 哪知蛇口近在眼前 却不能再前进半分 妙琴艰难地睁开双眼 只见萧一峰抱住蛇尾大骂孽楚 你当我是空气吗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她竟将大蛇一把温飞好远 妙琴不敢相信 这还是自己那个若鸡师弟吗 小枫快走 你打不过她了 师姐呀不要说话了 萧一峰将妙琴抱起淡淡 说道发球员信号 下一刻令牌冲天而出 变成一道璀璨烟花 对不起 都怪师姐我太任性了 放心吧师姐 接下来交给我 将妙琴轻轻放在地上 老六回头看向大蛇 嘴角竟露出不易觉察的笑容 居然赶上我前世暗恋的小师姐 那我今日就拿你练练手 我的娘子表面上对我漠不关心 实际上却是在意到不行 不仅花生是女舍身试探我的忠诚 就连修炼之时都向我想到失神 奇怪呀正是关键时刻 为何我有些心慌 要不要去看看那家伙 好几年不见 不知道她有没有一些长进 可听说她在乌鸦店 身受师父拭目宠爱 不仅顿顿四凉四热八个硬菜 就连两人的女儿都对她异常热情 算了我只是去看看 我现在已经不欠她的 而就在去往乌鸦峰的路上 柳寒烟却发觉前面的广生道人 广生师兄请留步 看你的方向是要去乌鸦峰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师兄表示 乌鸦峰主刚刚传信于我 他那新收的弟子身受重伤 让我前去医治 不就是那个零根一塌糊涂的萧一峰吗 话音刚落柳寒烟便在其眼前消失 看着妹子那飞驰的背影广生 只觉不可思议 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广寒仙子如此试探 而就在刚刚 因为苏妙琴的韧性 两人陷入巨蛇的埋伏 萧一峰蛇身挡在师姐面前 因为境界差得太远 而让她手臂都被震断 可即便就此陨落 她也决心保护这前世暗恋的师姐 面对大蛇再次发动攻击 她硬起头皮冲了上去 一脚踢中大蛇 七寸巨大的蛇头瞬间甩飞出去 不错不错 再试试这个 凝聚她剩余所有灵力的手指 如利器一般插入蛇身 而大蛇吃痛随即奋力一甩 将萧一峰拍飞八十名远 可惜只是重伤了这畜生 看来我今天真的要在这里翻车了 眼见血盆大口越来越近 像是要一口将她吞掉 剧烈的破空之声 传来随之传来一声 灭畜 受死 璀璨见光从天而降 大蛇来不及吼叫便被斩成两断 只见师母林子韵 焦急地从远处赶来口中 大呼两人名字 眼含泪水地表示 还好我赶来了 女儿就在不远处 生命体征还算明显 而这个弟子才是真的命选一些 没有耽搁时间 她抱起两人 化作一道白光向风内飞去 一道道命令向四面八方传开 快去请广生道人救救小风 仙子刚刚接受 我是她的前世夫君 而我却为就别的女人 全身筋骨寸短 就在刚刚 师母将受伤的两人 带回乌鸦风中 苏妙情伤势还好 只是受了舍毒 八师兄表示过 两天妙情便可恢复 可听说苏师弟那边情况 却不容乐观 说话间大师兄 便带来消息 苏师弟他伤势太重 师父师母一起出手 也贪贪让他吊着一口气 不行 我要去后山 找那些妖兽来为小风出气 下一刻一道明文将屋门封住 四师姐冷哼 这个时候你还要添乱吗 胆小的八师姐 已然眼含泪水 师兄还是冷静一点 冷静个啥 难道就在这里 干等着什么都不做吗 而就在这时屋外 献出两道虚影 正是匆匆赶来的柳寒烟二人 广生累到气喘吁吁 抱怨师妹啊 有必要飞这么快呢 柳寒烟懒得理会 师父他们貌似没请柳店主过来 乌鸦店中 师母用尽全力将笑一风的气息延续 小风的心脉已然越来越弱 这可如何是好 说话间广生二人匆匆赶到 寒烟看到眼前景象 脸上瞬间浮起寒霜 一把推起广生 快看看怎么治 让老六一阵抱怨 有你们这么使唤人的吗 而随着他一阵仔细端向 随即大眼瞪起小眼 寒烟急到情况怎么样 你倒是说呀 实不相瞒 此子经脉禁损伤势实在严重 逼之办法是有的 可强行挽回一个天赋平平的弟子 并不是明智之举 听清老六言外之一柳 寒烟毫不迟疑 需要多少药材我来出 师父听完不满这是我的徒儿 要多少天才地宝我有的事 寒烟历生说道 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他师父 为什么还能让他伤成这样 林子云大喝一声 够了 先治疗 广生师兄尽管事为便是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那诸位我们开始吧 在几位大能联手师救一天一夜之后 总算是有惊无险将笑一风 却按骂侥幸个锤子 有你们这么砸珍稀药材的吗 还专挑贵的用 为一个废材弟子都这么下血 你们当店主的果然都财大气粗 看不下去了告辞告辞 寒烟明白自己也该走了 下一刻却被苏千亿叫住 不知广寒师姐为何会如此帮助小姑 仙子怕暴露两人关系 只好编造一个灵 当初他帮了我一个忙 所以这次我要护他的平安啊 为了英雄救美我差点生死到笑 最后凭师母帮我延续气息 还有前世娘子为我付出大量天台地保 我才保住小命 而神经大条的师父都能看出 我与广寒仙子的关系有些微妙 就在刚刚 浩飞药材之多将神医气到瞪眼 萧一风伤势趋于平稳 可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下一刻他来到诗海中一片幽暗空间 正是上一世他走火入魔 杀进同门师兄之时 而当时的景象随即在眼前浮现 八师兄临死之时不甘地问道 小枫你这是为何 他却不知道萧一风 早已被墨天青残魂侵扰 因此被迫与其混乱共生 在半人半魔的手起刀落之下 最后一名师兄也在师父之后被其斩杀 而伴随虚空响起树道惊雷 问天宗数位长老已然尽数出动 萧一风你疯了吗 不仅残杀同门还害我苏师弟 片刻清醒下男人大喊 没有 我没有伤害师父 而长老那边已然使出何己 还敢狡辩 你体内有如此庞大的魔器 今日我等便清理门户 身体被刺激下魔魂又占据主动 就凭你们几个想清理我 这些都是我做的又如何 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 一众长老瞬间暴怒 拿下他 不论死活 而今天见证眼看便要成形 却让魔头趁机逃脱 问天宗就这么点本事吗 有胆的话你们随我来啊 看到这前世景象 萧一风眉头不经紧绪 从众其圈套直至被其扰乱神识 自己不仅陷入癫狂 还莫名悲伤是失罪名 莫天青这魔头与前世的自己纠缠半生 小枫你终于醒了 师姐知道错了 要不你狠狠揍我一顿吧 而侍女小月听闻动静赶来 院中随即传出尖叫 少爷醒过来了 那个师姐我睡了多久 没多久 只是睡了十天 什么 我一个噩梦静坐了十天 看到师父师母萧一风 欲要行李却被阻拦 不用起身 师父就是来看看 而师母真诚说道 谢谢小枫救了妙情 如果不是你我会后悔一辈子 而萧一风恍如隔世一般 才梦到前世音室是被宗门追杀 哪知醒来却看到这般景象 随后师父若有所思 夫人你先带妙情出去 我有话要和小枫说 妙情忧怨到爹爹 你可不能为难师弟 而师母开口 你爹只是想感谢一下小枫 他好面子 我们在他放不开啊 带二人走后 萧一风正走道 师父有话请讲 却见苏千亦露出怪异表情 你和广寒真人 到底是 什么关系 他是大成妻的广寒仙子 却看上宗门最为废品的登途之子 妹子却不知男人身体 与一名魔头共生 故而神识混乱 做出太多不耻之事 而重生的萧一风 又岂能让魔头再次夺赦肉身 而就在刚刚 师父看出自己 与前世妻子寒烟的关系绝不一般 为了暂时保密萧一风 随便扯的理由 有一次仙子化作凡人被妖兽纠缠 而自己英雄救美 冒着危险将其护在身后 姑娘快走一切由我 而仙子不动声色 表示必会报我救命之恩 我当时并不知晓 寒烟乃是仙界大能 师父听完恍然大悟 怪不得广寒师妹 为了救你把药库都搬空了 随即叮嘱她日后与人相见 要以礼相待 好好养杀 还有多谢你把我女儿妙情救下 真是一个老傲娇啊 可软饭虽香自身也要过硬了 总不能试试 靠前世娘子自己 必须要尽快提升修为 病气后发觉自己已达到炼气五层 正好达到施展雨落之术的门槛 有个地方终于可以去了 没错 前世记忆就是这个位置 随着纵身一跃 直接来到一处峭壁洞口之上 随即施展雨落之术 仿佛羽毛一般平稳的落于目标之处 太好了 这个地方还在 随即呼出一团火焰朝洞府深处走去 熟悉的地方还有那幅熟悉的古海 旁边插着一把剑 前面写着两行大字 得我传承者 毕灭问天宗 而萧一封此刻一脸风轻云淡 还在等你的有缘人吗 诺天青 说完一把将火焰丢向面前古海 剑熊熊烈火下对面纹丝不动 这么能忍吗 那就继续烧烤 要不要再加点自然辣椒 佛头再也忍受不住 小友你是何人 为何知道本座名讳 我说你怎么还在点火 小友赶紧住手啊 笑一封淡淡到墨天青 我真替你害扫 好歹曾经也是杜劫大能 却对我练起七只被点头哈腰 不如让我送你早日解脱如何 说完不要前世的 向墨天青甩出符咒 这是专门攻击原神的破魂符 难道你是针对本座而来 道友 你我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对我 你不认识我 可我认识你啊 我们可是熟悉到 穿一条裤子的人啊 墨天青甩的一头雾水 可恶 这样下去本尊必然陨落在此 随即施展出最后残魂之力 灰头土脸的向洞口飞去 临走不忘撂下一句 这笔账本尊技巧 哪知洞口早被萧一峰布下阵子 这八卦所魂阵的滋味如何 这次我可是为你下了血本 墨天青 上辈子我误入你这陷阱 差点被你完全夺势 导致我半辈子都神志不清 时不时走火露魔 而魔头此刻彻底震怒 练气气的小子如此嚣张 那本尊今天就直接吞了你 却见萧一峰掐动口诀 斩仙剑给我来 随着神兵猛的向下劈砍 直接将魔头残魂一分两半 墨天青一阵骇然 你为何能操控我的武器 却又换来到心所向自己残魂捆 你这家伙难道是问天宗之人 呵呵 你猜 算了你还是别猜了 再尝尝这个吧 墨天青大喊 这是我圣教的离魂锥 怎么我的绝招你都会 看到对面疯子又使出 无相似的无相心惊 魔头此刻已然崩溃 表示自己还有价值 道有我可以告知你 我隐藏的宝物位置 萧一峰撇撇嘴听上去挺不错的 等我将你灭杀之后 我会找时间把你那些资源依依笑难 随着轰天巨响一代 魔头终于化为鸡粉 而她的蚕食化为道道 灵气缓缓被吞噬进萧一峰的体内 最后竟在掌心中化为 一朵淡青色的莲花 她本是修仙界最强女修 却因身体秘密被男人逐个点破 而不得不接受男人正式转世未来夫君 可作为广寒仙子 这夫君未免太过若鸡 故而妹子不远千里来到拍卖 会为她找寻防身法器 而偏僻的冰原极地传闻仙子到来 请客间便引来众多难修为观 压轴宝物是一枚盘龙护身玉佩 此物乃是一位杜劫 七前辈为后辈炼制 无序灵力便可发挥三次元英七护体之力 而听闻需要五百零食台下则议论纷纷 此物太过鸡肋 高手用不着 给小辈用又太过奢侈 脑子进水才买 拍卖师无比尴尬 真的没人要吗 早就说了不该收这件东西 而寒烟一眼看重此物 正好送给那个总乱喊 自己娘子的家伙防身 因此清冷地表示六百五药 拍卖师大喜道问天宗广寒仙子出嫁 还有没有出嫁更高的呢 另一边笑一风将魔头残魂打得七零八路 一朵清莲缓缓出现在他的掌心 回想前是被魔头夺舍肉身 靠这朵莲花自己才勉强保住意识 可那时他只是一朵花蕾啊 算了 以后总会知晓的 能重新穿越回现在说不定就与他有关 此刻有一件事更重要 当然就是舔包了 刚刚的大火竟然烧不坏这本补书 这种珍贵的文物显然应该由我保管 这破破烂烂的黑袍看上去也不简单 回去缝补一下估计还能穿 发财喽 这次还藏着储物戒指 正要打开一探究竟旁边斩仙剑却不乐意 貌似在示意和自己比这些算个傻 然而笑一风知晓这把剑太过不小 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无尽杀戮 无数强者为争抢他而沦为炮灰 而得到他的人都被他榨干灵魂之力 莫天青这个鬼样子便是拜他所赐 大聪明才不想惹伤这个麻烦 哪知却被剑身将去路封住 一道稚嫩的女生传来 你的灵魂好香啊 能不能让人家咬伤一口 老六彻底无语被你咬一口 我还有命在呢 要不先这样 你先跟着我 把我养肥一点再下口如何 妹子不屑难道想让我认你为主 你这杂品灵根也配当我主人 直接把你吃掉不是更好吗 笑一风表示此言差语 天资差又怎能束缚我变强的心 再说我不比你之前的骷髅主人帅气多了吗 妹子开心一笑 有道理呢 那就先跟着你了 人家好困难要先睡上你觉 等下次醒来再决定要不要与你签订契约 笑一风感慨看来 关键时刻还得靠美男计啊 不管怎么说这趟没白来 老六用神识查探 戒指中居然还放着数百块极品零食 够了够了 这下可给我修炼好久了 赶紧回家 仙子表面上对夫君漠不关心 却在夫君受伤之时心急如焚 此刻寒烟又来到拍卖场中 为笑一风寻求护身玉佩 价值几零食的法器 应被他喊到六百零食 等自己回去的时候 那总喊自己娘子的家伙 估计要加入执法队集训了吧 应该来得及把玉佩送给他 身后女弟子窃窃私欲师傅 买下玉佩要送给谁 会不会是给你的 别乱说呀 我还以为是给你的呢 突然一道男生想起广寒仙子请留步 看到仙子一脸冷漠北地城主 呵呵一笑 没话找话表示拍卖场中 还有更多保护 若仙子喜欢我会为你通通买下 而寒烟头也不会说到不必 城主请回吧 男人却继续纠 仙子请等等 你之前买的玉佩 也应该是送给哪个爱徒 我这里正好有一瓶单禄 不妨一并送给他 下一刻献出两道剑王 两名弟子冷冷表示城主 还请留步 莫叫我等为难 老六不禁赞叹 连弟子都这般英姿撒手 就在这时肩膀被后面拍了一下 还没看够呢 人家都走远了 北地老脸一红墨要乱说 我就是来送送人家 行了 都是老熟人你装什么装 三岁的娃娃都知道 你暗恋仙子许久了 只可惜听说 他对任何男人都没兴趣 不然还轮得到 你我高低也要试一下 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啊 毕方化让北地顿时心如死灰 而此刻另一边的无牙殿中 大师兄询问侍女 萧一峰是否出关 妹子回到少爷 以闭关一月不见踪影 就在这时后殿献出 惊天一想 大师兄自嘲自己来的真巧 里面传来萧一峰的声音 大师兄请进来吧 而迎接他的却是 萧一峰练起七层的剑气 大师兄骂了一句 调皮 随即重重挥出一拳 直接将剑气击散 不错不错 看来师弟已将七层境界 炼至炉火纯青了 而萧一峰深知阴峰内资源匮乏 导致大师兄修为止步不前 自己这一世 务必要为大家争取更多资源 向天歌正色道 还好这阵子你没有偷懒 之后去参加执法队集训 我也就放心了 萧一峰一脸发猛 那是什么东西 我派规定 修为达到炼气七层的弟子 都要参加执法队集训作为历练 说完大师兄掏出一块令牌 师娘特意让我嘱咐你 执法队集训鱼龙混杂 师弟你行事要万分小心 回想自己前世 作为杂役弟子 没接触过此等集训 正好这一次前去体验一番 我的娘子美得碧月羞花 此刻竟遇到女装大佬纠缠 仅仅是对面听说 广寒女仙不喜欢男子 他们又怎会知晓仙子 早已新属于我 因为即将前去试炼 大师兄前来送别萧一峰 表情怪异地表示妙情正在闭关 师父师母希望他尽早突破 故而他不能前来 希望师弟不要介意 说完便匆匆离去 萧一峰对门口说到 他已经离开了 快出来吧 妙情探出头 连大师兄都没发现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来 吃个苹果补补脑子 真以为他没发现你吗 妙情一头雾水 问到什么意思 萧一峰解释到 他刚刚那番话便暗示于我 他知道你来了又装作不知情 说明你出现在此 已经过师父师母同意 而且你若说 想陪我一起参加试炼 绝对就是假话 我说的没错吧 妙情点点头 你们这些人真的好复杂 本来人家想和你一起去的 可爹娘看到我太紧 只能先抓紧修炼 说完丢出三样东西 接好了都是给你的 这是我爹送给你的零件 杀伤力不错 又能作为飞行法器 还有我娘送给你的火压阵 筑击7的敌人 也很难将气攻破 最后是师兄师姐 给你准备的礼物 有时间可以看看 这些也太贵重了 他们还说了什么 差点忘记我爹娘 让我告诉你 第一条 千万不要惹事 第二 如果惹了事务必不能打输 下手务必要狠一点 笑一风一口答应 随后送走师姐 之前还想找机会 转入广寒店 跟着娘子吃软饭 现在好像觉得 这无牙店也还不错 话说回来 我娘子寒烟最近怎么样了 上次她救了我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 而寒烟此刻正游说 各宗共同对抗魔门 之后诸多事宜 还请贵派多多担担 金光宗主表面说道 请仙子放心 背后却传令弟子 即刻避风封山 不论是魔门 还是正派巨想 拉拢我等中立门派 可老夫偏不想 趟他们浑水 按我说的便是 而柳寒烟询问 还有几处宗门需要拜访 他也知晓 只是言语上的许诺 恐怕并无太多用处 而这事背后传来一声 仙子 我们又见面了 听闻仙子不喜欢男子 所以在下特意 换了一番面容 不知仙子以为如何 那眼的画面 让三女背后一阵发凉 下一刻三把零剑 直接朝老六扔了过去 仙子单身八百多年 此刻却有人硬说 是自己老公 不过看在奇人傻嘴田 那就暂且留他小命 而笑一风 因为成功突破练器 七层不得不去参加宗门集训 却比报道时间迟到八天 故而引来小队长的不满 那不是一组的堂培吗 听说他的小组 分到一个真传弟子了 而集合地点 位于西边一处厢房 一众队员询问几人 被分到什么任务 轮直问天河 我等每天分开巡逻三个时辰 一名女修陈思道 听说那里出没的妖兽 比往日更加凶暴 没错 现在正是门派 收取妖内丹的师姐 那些妖兽自然会非常警惕 另一名尖嘴男子冷哼 那个缩头之人 一直躲着不来 我们五个人又如何分配 而就在这时 萧一峰匆匆赶到 抱歉了各位 接到传唤之时 本人正在闭关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日 眼见唐培队长 就要发难尖嘴男子 接过话长了 还真会脸上贴金 你当你是助击妻吗 谁一口气能闭关这么多天 不敢来就是不敢来 你们乌鸦店 果然专出这种货色 话没说完 一个巴掌静在眼前 萧一峰一把将其呼到墙角 随即抱起 准备好好教训这多嘴句 突发状况 让其余人为之一惊 你给我住手 唐培挡在两人中间 萧一峰你伤害同门 难道不怕违反门规吗 哟喝 你们也知道门规 那他方才侮辱我失门的时候 你是容了吗 而随着众人前来 劝和萧一峰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李师兄啊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 下次再有冒犯 你可别介意啊 事情告一段落 唐培轻轻嗓子 开始布置任务 问天河有四条之流 需要巡视 那我们便分成四组 朱鸣 林密 你们两个一组 然后李立芳 你和林思思一组 至于萧师弟 看你实力不错 那你我就各自单独一组 萧一峰淡淡道我无所谓 却听清脆女生传来我反对 林思思羞涩地说道 我想和萧师兄一组 见状李立芳连忙解释师妹啊 刚刚我被她突然偷袭 才来不及释放法术的 妹子难难道我理解 李师兄虽然长得很丑 也不擅长近身格斗 若是方才做好准备 应该能挨打轻一点 好了 我们要尊重师妹的意愿 那你就和萧一峰一组吧 大家要注意自身安全 遇到危险 记得发信号呼叫支援 剩两人支持萧一峰 问起妹子为何要与自己一组 思思撇起嘴 那里师兄实在太丑了 人家想找个养眼的 老六暗自得意 这丫头小嘴竟和抹了蜜一样 随后却听到妹子问起 听说师兄是近百年 真传弟子里最拉胯的是真的吗 我这么说师兄不会生气吧 萧一峰满脸黑线 长这么大居然还没被打死 此女看来也不简单啊 她本是大成妻的广寒仙子 却一直没有发觉夫君 其实是两个人 而随着萧一峰转世 一切剧情重新开始 作为年轻一辈 她被迫加入试炼队伍 更是分到一个极品师妹 作为队友 由于长相甜美 林思思深受师兄弟的喜爱 换句话说 至少在她张嘴之前是这样的 师兄又表白失败了吗 没记错的话 你被师姐拒绝180次了 师父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 是你年纪太大了吧 今年的宗门集训 他们欢天喜地地 把人家送了出来 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不舍的样子 人家不就是说话直接了一点吗 虽然师父说 我还要再改一下 遇到妖兽有些不冷静的问题 萧一峰瞬间猛圈 不冷静是什么意思 说话见一只大妖赫然蹲在两人身前 萧一峰风轻云淡 不过一只低接蛤蟆 我说师妹你干嘛发抖啊 下一刻林思思带着哭枪 大喊师兄有妖兽 我晕咱们就是过来杀妖取单的好吗 而此刻妹子已然狂化 竟用出大规模群法攻击 萧一峰边躲闪边提醒师妹你打错人了 可妹子依然不管不顾 妖兽给我毁灭 蛤蟆大腰伤痕累累直至肚体朝天 妹子才冷静下来 萧师兄你哪里去了呀 萧一峰没好气地表示我在你后面 师兄啊我又被妖兽吓到 这些妖兽果然好可怕 是吗 师妹你确定是你被她吓到的 这丫头生性胆小 却能轻易使出大规模范围法术 这群功能力用来打单体真是暴殿天物 心思一转老六表示 师妹我知道一个巡逻线路 路上几乎不会碰到什么妖兽 妹子听完则信以为真 下一刻不出意外被萧一峰领到妖兽潮雪 随之而来又是一通群法狂轰乱炸 紧接着又来到另外一处潮雪 萧一峰故意探到失误失误 任由林思思在前面狂轰乱炸老六 则在后面收集妖丹 不得不说这效率真是快呀 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看来这才是师妹的正确使用方式 天真的妹子不禁追问师兄说的 安全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很快就到了再坚持一下 就在这时水底深处现出黑影 难道还有落网之雨 不对 这不是普通妖兽 一把扯住师妹萧一峰大喊快跑 再慢一分估计两人就被狂暴的水柱击中 仙子单身八百多年 此刻却有人硬说是自己老公 而为了获取仙子方心男人主动接受宗门试炼 一番稍操作后 成功带领师妹成为妖兽附中甜点 就在刚刚 萧一峰忽悠思思师妹群法放大 与于妖狂轰乱炸 眼见小弟被欺负于妖老祖献出真身 庞大的身躯让两人大眼瞪起小眼 居然是问天河水中霸主天罗厄 还是个住击妻 这家伙到底通过多少修饰 不敢与其缠斗两人准备开溜 可很显然大妖并不想放过嘴边的肥人 萧一峰一把推开思思师妹 别管我 你先走 伴随一声巨响萧一峰暂时脱身 还好师兄师姐给的宝物足够多 拿一堆福禄才把这水龙卷给炸开 哪知大妖又将思思控制 真是个麻烦啊 而随着萧一峰折返两人 终于成功被天罗厄吞进腹中 大妖也满意地潜入海底 而等妹子再次醒来 发现周身一片漆黑 你终于醒了 如你所见 我们现在正在鳄鱼胃中 而周围这些则是她的胃酸 现在最主要的是师妹 你要不要先换套衣服 林思思这才发觉青山已被俯视 根本没剩下几块不了 还好有萧一峰递来长山暂且将身体盖住 师妹莫要害怕我已经传信救援 这个阵法也能保护我们不受胃酸侵蚀 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机会了 文言思思疑惑这是什么阵法 看起来好强的样子 老六呵呵一笑是师父给的 你也是真传弟子 你师父没给你什么保命的东西 看到思思一脸 神伤笑一风说道抱歉我失言了 看来妹子在师门并没有那么受传 等出去有机会真要对她照顾一二 而此刻海面上献出两道深影 刚才发出球员信号的就是这里 没错 此地有很强的灵力波动 刚才肯定有一场大战 朱铭提醒我们小心一些 最好不要打草惊蛇 哪只身旁的灵力已经准备祭出大招 只见狂暴的火团自虚空慢慢成形 下一刻已然重重轰向水面 糟了糟了 为了救灵思思 两个菜鸟被助击七大腰一口吞进肚中 笑一风此刻只能安慰思思一切会有转机 通过交谈得知妹子也并非表面那样受传 而其他队员循着气息赶来 号称宗门小辣椒的灵力师姐确定大概位置 甩手便是一个火球 天罗巨鳄骂骂咧咧随即浮出水面 妖兽腹中两人瞬间感受到强烈震感 估计是袁兵赶到了 是师姐与师兄他们吗 大概是 就是这动静是不是有点大 灵师妹你靠过来这妖兽貌似被激怒了 朱铭抱怨灵力是不是太过冒失 妹子嘲笑到你作为男人胆子也太小了 话没说完发觉对面居然是助击七的妖兽 而随着腹中传来垂击声音 巨鳄瞬间吃痛到仰面朝天 听到肚皮中传出的呼喊 两人听出是肖一风的声音 只听他说到我与师妹还好 只是这家伙皮太厚了 需要你们创造机会我们才能脱身 我会在他体内施法来协助你们 说完在妖兽腹中发出全力一击 趁机会师姐两人很快凝聚 法力两团能量瞬间轰向天罗恶 可很明显妖兽并没把攻击放在眼中 甚至还向两人甩来尾 却被两顶仙剑将其生生阻拦 原来是队长和李立芳闻到动静感 待灵密两人将情况说完 李立芳幸灾乐 或者肖一风连个女人都保护不好 队长将其打断并下令赶紧截阵 别忘了林思思还在里面 老六咬牙切齿 这次算你性消的命不该绝 随着队长指挥几人 飞向四方并各就各位 灵密 战绍英方位 朱鸣你在绍阳听令 李立芳你负责太阴那边 最后队长喊话肖一风你听好了 你有什么办法脱困 最好就趁现在 而肖一风感知几人 已摆出四项阵法心中一阵暗性 回头说到师妹 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灵力 林思思不解我是水性灵根 而师兄你用的是火系法术 很好很好 我要的就是这个 他们几人用出的 正是四项阵法的杀法之阵 而你我哥属水火本不相容 可一旦遇到一起 那就是 话没说完 天罗厄庞大的身躯 已然被轰到四分五裂 她是万年难遇的极品废柴 却取到修为通天的广寒仙子 因此面对师妹方心暗许 和师姐一番牵线搭桥 肖一风只能装傻将师妹果断拒绝 而就在刚刚 随着众人前来支援妖兽 被奏到奄奄一息 而平静的水面泛起水花 脱困的肖一风抱着师妹一飞冲天 标准的公主抱影的妹子一阵娇羞 暗恋师妹的对付大吃一醋 思思你怎么还穿着她的衣服 肖一风故意上前好 让她探亲怀中的师妹不断挣扎 嚣张的模样 随着对付咬牙切齿 而思思扭捏地表示自己衣服破了 才借用师兄的衣服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师姐懒得听她解释 肖师弟不错呀 这就把师妹拿下了 小师妹红着脸 瞠怒到师姐别闹了 而对付愤愤不平 不就灭掉个妖兽 这种妖兽一拳 我能打爆三个 说完把怒气撒向巨额 哪只妖兽未死 地旁的师兄连忙提醒赶紧躲开 可巨额不给他们反应时间 看样子是准备蓄力自保 成功而原地暴战 众人惊叹此子这份决断力当真可怕 老六却不领情 你擅自破坏宗门法器 为总我定会禀告长老 是吗 那请便了 师姐此刻也面露鼻 怪不得小师妹看不上 老六正想反驳 却被队长打断 住口 别说了 此地出现助击妖兽实属反常 现在马上返回宗门汇报 却见肖一风喷出一口鲜血 小师妹焦急万分 师兄你怎么了 没什么事 提外伤 优贺 姓肖的你也没那么强啊 活该 而肖一风表面风轻云淡 手中剑灵雕质 却献出妖异之色 镜头转向执法堂外 众人站在门前 想为肖一风立正清白 小师妹本想闯入 却被师姐拦下 放心吧 长老们都有脑子 有谁会像眼前这种家伙 如此小心眼 说话间 肖一风已然走向屋外 大师兄表示 师弟深得长老赏识 不仅没有责难 还大力称赞一番 肖一风故作谦虚 都是长老眼睛血量 没有听信鼠背谈言 众人皆大欢喜 师姐随即邀他小剧 并直言师妹也会求 思思一脸期待 却见肖一风直接祭出飞剑 我有及时处理 有机会再见 随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师姐气鼓鼓 他真是个木头 多好的机会都抓不住 思思一脸落寞 难难道或许师兄真的有事 下一刻在无人之处 肖一风吐出一口鲜血 刚刚差点闯祸 原来刚才斩仙剑 忍不住劈掉贼眉鼠眼的对比 肖一风只能以自身精血 将其安抚 并警告剑林收起 魔门那套作风 妹子嘲笑你们正派真是虚伪 还有你很可口 可惜太乱 实在不行直接把你炸干 你起不死的痛快 肖一风说道 冒昧的家伙 难道你要杀鸡取卵 不过我倒是有个好玩的想法 而等说出签订契约四个字 却被剑林拒绝 你想得美 曾经那些老魔头都不够我喝 而你更没血 听我说完行吗 我可以称你为主 做你的奴补 什么时候想吃我 我便认你采鞋 再说我一个练习器 能有什么坏心思 我只是想找个靠山抱大腿 傲娇的剑林终于打消一律 那事不宜吃我们开始吧 随着法周运转符文 遍布剑林周身 剑林表明签订之后 你必须听从我的意名 否则必会被符文反噬 而生不如死 还有你就算后悔 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肖一风暗息等的 就是这一刻 想我前世堂堂七杀魔君 苦心经营的计划 终于开始了 他是大成期的广寒仙子 却看上宗门 最为废品的登徒之子 然而事与愿问 肖一风不仅三年 没有达到助击 就连宗门试炼 都遭到众师兄的排挤 就在刚刚 肖一风被分到 最混乱的南街之首 众商贩油盐不尽 曾让前任弟子苦不堪严 而男主作为前世魔君 此刻将其轻松拿捏 不仅宣布所有税收减免一半 并承诺交易自由 所有货物均可满满 谁影响大家发财 我就让他去见太门 听完一众商贩欢呼雀韵 就连派来搅局的拆台兄弟 都不管多言 而当晚便迎来怀揣 货物不能出手的卖主 听说南街没有一个好人 正好我来碰碰运气 肩膀却猛的被人一拍 麻袋劈头盖脸套了下 你们干什么 信不信劳资 信不信小弟跪在地上求你们 正坐上肖一风开口 你身上的货多少钱我收 五百 要不四百 不行就三百 算了反正来路不正 小弟白送只求饶你 五百零食一颗不少咽一下 随着老六感激替林 肖一风说到里道上兄弟说一说 有不好出手的指管过来找我 到时候就说找南街风哥 统统安排 老六忙不迭点头 自己人脉很好 一定给你带的 大哥您忙 大哥再见 几天后道上的朋友 果然闻讯感 老金说的就是这里 可看着就一个小货谈了 随后走到肖一风面前 喊道天空说慢 视频稀赖 嗯是暗号没错 还有我们是来找南街风哥的 几人叹为观止 时间一个月后的城中花楼之中 李管市无比惬意倾听底下汇报进展 问天宗其他弟子皆已完成试炼 只有南街乱的一趟 最近还接到举报 有人在那边卖来路不明的货 李立方大喜道感谢二叔 这次那家伙是铁定完不成试炼的 两人恨不得马上看到肖一风的好戏 而迎接验收队伍的果然是一派混乱 队长唐培怒骂 怎么比凡人的菜市场还要不堪 而小师妹则是满面担忧 这里的负责人呢 萧一风快给我出来 优贺 我当是谁 原来是唐队长和李管市来 两方人马随即拉开架势 萧一风一脸风轻云淡 各位来我南街 想要买点啥 师姐刚刚还苦恼一家一到底等一几 下一刻却要为我强势出头 可是这丫头下手是真黑 真到了对面麻烦可就大了 自从魔君萧一风转世重生 不光要让娘子相信自己是她父亲 面对曾经的师母也让她无比头疼 前世师父师母带自己如同几初 师姐安妙琴也对自己颇为照顾 而前世自己走火入魔对师门痛下杀手 随着师父死在自己见下 师母也带着安妙琴紧随而去 这一世又怎能让悲剧重新上演 自己务必要呼最爱之人周全 因为一切从头再来总会遇到一些反叛 明明分给自己最混乱的街区 而管市却前来找事 性消的这就是你管理的秩序 咋地不服吗 我正召集贪主准备开会有什么问题 那为何我听说这里混乱无比 不仅交税不足 还有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流通 而你身为监管为何不进行处理 看师兄被针对思思露出无限担忧之色 李管市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各位做过不合规矩的交易吗 绝对没有 我们可都是乖宝宝啊 你看他们都说没有 小心我告你污蔑哦 剑状管市气急败怀 竟然和三教九流混在一起 简直丢修仙之人脸面 却听人群中飘来一句关你毛线 是谁在背后说坏话 而一柄飞剑袭来直击老六面门 慌万间他寄出防护才堪堪将剑气阻 万万没想到有人赶在自己地盘撒影 下一刻名谋好耻的少女同人群缓缓走出 笑一风苦笑妙琴师姐竟一直跟着自己 而妙琴身居剪出一项不穿弟子服 因此没人认出 作为路人我看不惯你们欺负帅哥才会打抱不平 李管市猜测他定是某一个修仙家族后辈 那就将你一并拿下看你长辈怎么说 而妙琴修为早已金飞锡比面对攻击微然不动 乌鸦峰特有的法阵也让唐队看出一丝端倪 又喝就这么点力气吗 看到妙琴缓缓抽出常见老六认出是极品兵器 不容老六多想妙琴御手如连般交换 朱雀焚天 伴随嘹亮凤鸣赤色朱雀仿佛要让虚空尽敏 糟糕 这丫头下手太重了 李管市也没想到自己穿拖鞋踢到铁板可一切为时已晚 狂暴的火焰甚至将他毛发都烧焦一半 就在这时一名风神俊朗的老者出现在他身前 还好长老来了 自己小命算保重 老者满脸严肃 女施主小小年纪 出手为何如此狠毒 师姐刚刚还苦恼一家一到底等一几 下一刻却要为我强势出头 可是这丫头下手是真黑 真到了对面麻烦可就大了 自从魔君萧一峰转世重生 不光要让娘子相信自己是她父亲 面对曾经的师母也让她无比偷跑 前世师父师母带自己如同几出 师姐安妙琴也对自己颇为照顾 而前世自己走火入魔对师门痛下杀手 随着师父死在自己见下 师母也带着安妙琴紧随而去 这一世又怎能让悲剧重新上演 自己务必要呼最爱之人周全 因为一切从头再来总会遇到一些反叛 明明分给自己最混乱的街区 而管事却前来准势 性消的这就是你管理的秩序 咋地不服吗 我正召集贪主准备开会有什么问题 那为何我听说这里混乱无比 不仅交税不足 还有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流通 而你身为监管为何不进行处理 看师兄被针对思思露出无限担忧之色 李管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各位做过不合规矩的交易吗 绝对没有 我们可都是乖宝宝啊 你看他们都说没有 小心我告你污蔑哦 剑状管事气急败坏 竟然和三教九流混在一起 简直丢修仙之人脸面 却听人群中飘来一句关你毛线 是谁在背后说坏话 而一柄飞剑袭来直击老六面门 慌万间他寄出防护才堪堪将剑气阻 而妙琴身居剪出一项不穿弟子服 因此没人认出 作为路人我看不惯你们欺负帅哥 才会打抱不平 李管事猜测他定是某一个修仙家族后辈 那就将你一并拿下看你长辈怎么说 而妙琴修为早已金飞西比 面对攻击微然不动 无牙风特有的法阵 也让堂队看出一丝端倪 哟喝就这么点力气吗 看到妙琴缓缓抽出常见老六 认出是极品品气 不容老六多想妙琴御手如连般交换 朱雀焚天 伴随嘹亮凤鸣赤色朱雀 仿佛要让虚空尽瘾 糟糕 这丫头下手太重了 李管事也没想到自己穿拖鞋 踢到铁板可一切为时已晚 狂暴的火焰甚至将她毛发都烧焦一半 就在这时一名风神俊朗的老者 出现在她身前 还好长老来了 自己小命算保重了 老者满脸严肃 女施主小小年纪 出手为何如此很多 本是孤高冷傲的绝情仙子 却被废柴上下其手 并声称自己是她夫君 而仙子不仅不怒 还为她准备一件定情性命 甚至无视流言 屡次解救她于危难之中 而宗门失恋中 由于太过碍眼 萧一峰被管事分到最烂任务 我的师弟岂容你们欺负 妙情师姐看不过你 随即对李管事大胆出手 而等其宗门长老现身管事又只冷起来 这丫头不然出手伤人 长老您可要为我做主 连个女娃都打不过 还有脸嗶嗶叨叨 真是一个显眼包 因为暂时不知妙情身份 长老不敢轻举妄动 小女娃伤我门人 我劝你老老实实回我青山宗受罚 萧一峰反问 你有何资格罚我问天宗弟们 说完不再理会问到 师姐你怎么办 妙情抱起两斤半 人家刚刚突破住击想来看看 谁曾想居然有人欺负我的率师弟 一旁长老心思急转 如此年轻就达到住击 这女娃难道是问天宗哪位高门后人 可就算其家长找来 也是我拍战里毕竟她商人在先 到时候做的顺水人情 还可以要点好处 想到此长老故作大一礼 我两宗素来教好 你就更不该出手商人 此时我必须要向你师门要个交代 笑一封望向妙情 我师姐刚才出手 确实重力 您说的对 我承认我们错了 李管事无比得意 这么快就认识 思思则是露出失望之思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看在你的面子上 你派弟子为难我的事 我也不追究 正好扯平 长老被当场打脸 竟敢捉弄一物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随即爆出惊天气势 见状妙情准备摇人 叫他爹娘过来 哪知身体却难以在动态分毫 长老也大喊 你们用了什么腰法 居然将我定义 下一刻青天白日 竟忽然雪花飞舞 除了笑一封 其余众人巨事被定成木桩 长老反应过来 不知是哪位前辈将领 还请现身 却听清零女生想起 你方才说要替谁教训 千千玉祖 仿佛不沾人间凡尘 来人正是广寒仙子柳寒烟 长老心中慌的一批 被吓得呼吸都要困难 我近日需要一些特殊材料 故而让萧一峰帮我留意一番 不知他违背了哪条规矩 还请长老说来让我听听 而在仙子面前 长老顿觉自己如蝼蚁一般 柳前辈说笑 萧公子所谓不仅合理合规 而且是我等学习楷模理应得到 而寒烟不再理会 并让萧一峰伸出手来 这是我为你求得的 护身玉佩记的代号 既然你说他做得好 那接下来如何处理 你自己看着他 说完曼妙的身形 与众人面前消散 只留下一帮人大眼瞪起小眼 孤高冷傲的绝情仙子 竟被废柴声称自己是他前世夫君 不光能准确指出仙子身体秘密 甚至连日常喜好都说得准确无比 起初仙子对他颇为反感 可随着时间推移 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不堪 因此看到萧一峰被不公平对待 柳寒烟不顾众人非议 强势出头替他讨回公道 临走士不忘料下狠话 他是我的人你们看着处 萧一峰心中印马 娘子还是这般傲娇 前世自己作为七杀魔君和其风光 此事重头再来 竟要被娘子时时护在意下 而面对妙情师姐疑惑两人关系 他随口解释别多想 自己只是碰巧帮过仙子 回头却发现青山长老已然开始表演 长老轻一点 我真不知道他是广寒仙子 还敢多子 差点被你害死 连我宗主见到仙子都得理了三分 萧公子您看我打得如何 需不需要继续 既然长老都这么说 那就继续打吧 收到 那就打到萧公子海龙为止 顽劣的师姐都看不过你 小峰这样不太好吧 演戏罢了 下手轻重他可比我轻重 师姐你貌似该回去 被师父师娘知道此事 我俩都得遭殃了 妙情也不再耽搁随即消失 下一刻萧一峰走向执法小队 刚要解释 却被队长插话之前多有误 希望师弟不要介意 萧一峰白白手无法 仙子布置任务 并嘱咐我不许外传 你懂得 我得低调一点 队长说道没错 我会妥善处理 与青山宗的纠纷后续 而看到思思一脸失落 灵力劝道竞争对手太强了 可广寒仙子你没得真啊 要不咱考虑换个别人 思思满面娇羞师姐 人家没那个意思 那你直勾勾看着你 萧师兄是啥意思 喜欢他你又不敢说 一旁李立方则是咬牙切齿 别以为帮广寒仙子 做事你就能抑制安慰 等试炼结束 我一定要你颜面扫地 由于寒烟介入之后 试炼变得无比轻松 前面那个飞行的弟子给我停下 啥情况 超速了超速了 靠边停下 时间充裕之后 萧一峰也没有浪费时间提升修为 很快便来到试炼结束的人 随着宗门八大长老琪琪落坐台下 可谓一阵肺调 宗主宣布集训结束而等 便可独当营物 以后便可代表门派下山历练 台下萧一峰也达到练气九层 却听宗主继续说道 按照规矩 今天每个弟子都可以选择 艺人进行切磋 唯一规则 便是不可下重手伤了和气 华英刚落 只见李立方撇着大嘴走出来 弟子想要挑战艺人 不错 你竟然注击成功了 不知你想挑战谁 弟子挑战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 萧一峰 男人只用一个眼神 便使得广寒仙子心花怒法 以致取出珍藏多年的神猪作为赌注 以自己单身500年的毒辣眼光 眼前这个男人 必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而一年一度的宗门大会当中 大聪明点名要挑战萧一峰 师尊听完当场大梦 助击七弟子挑战我练气七的徒弟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宗主看热闹不嫌事大 师弟怎么还挤眼了呢 再说你徒弟可以拒绝 下一刻却听萧一峰表示接受挑战 这位弟子 此话当真 没错 弟子也想体会一下与高阶对手的差别 还要多谢李师兄给我这个机会 师尊大怒你似不似撒 宗主摇摇头 年纪虽小 倒是挺自不量力 却见柳寒烟微微一笑 我倒是挺看好她的 说话间自怀中取出宝珠 我愿用此上品灵气与宗主对对 萧一峰一 宗主眼前一亮认出那是兵破竹 希望广寒师妹莫要反悔 这是我花费数月炼制的灭境主 他若赢了便归你 盘烟淡淡到那我等拭目以待满 而裁判宣布除了不可下死手 其余自由发挥 李立方明显凶有成竹 放心我保证不打死他 性消的不是擅长进战 那我开场便与他拉开距离 毕竟远攻术法才是我的强项 而萧一峰明显懒得看他一眼 下一刻随着剑身插进地面 巨大的红色剑阵瞬间在场中成形 天空说慢 不对说错 天珠剑阵 听我号令 去吧 只见赤色剑语连绵不绝 哪知李立方狂喜真是个极匹 居然用这一招 随即用左掌拍向地面 升起一道巨大的土墙护在身前 宗主暗自思量 天珠剑气为炼器 七所能用最强殿 威力虽强可损耗极大 即便是筑击七弟子 其灵力也不过只能支撑树袭 看来此招过后萧一峰闭闷 师妹你那颗冰破珠可以递过来 仙子表示结果还没出 急什么 而场中李立方继续为所发意 开场便丢大招 我看你的内力还能支撑多久 等此招结束看我怎么收拾 李师兄是不是得意的太早 这只是热炸 接下来希望师兄还能继续撑下去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下一刻随着萧一峰出声 剑语的频率竟越来越快 其灵力仿佛取之不济 用之不竭 宗主一脸震惊 此子不易板 而在剑语的狂轰乱炸之下 土墙眼看就要崩塌 为了让我在仙子面前出城 大聪明点名要与我生死决斗 而我明显懒的看他一眼 天珠剑气 随着红色剑语笼罩全场 大聪明则记起防御特条 认为萧一峰攻势根本不会持久 可很明显大聪明不太聪明 无穷剑气最终将其防御击垮 瞬间被淹没在红色剑语之中 长老及时喊停胜负一分 萧一峰上 众人皆为萧一峰以下克上折服 其出手毫无美感却又暴力至极 可他怎样做到剑气连绵不久 刚才他坚持了多久 至少二十息 我练气圆满 才只能支撑三细 比较之下众师妹更是被其风采索 宗主突然被寒烟叫了一声师兄 你赌输了 按照约定服录是我 这静灭服确实不错 至少可以重创一名原音妻修士 即使心在滴血宗主此刻只能强装淡定 回头却把怒气撒向苏千亿 你这徒弟这么忙 那我刚刚与广寒仙子打赌 你为何不提醒一下 老苏无语关我茅事 无牙大殿内 师父师母此刻一脸严肃 小枫你到底如何做到剑气顺发且连绵不绝 诸位请看 萧一峰解释自己提前把天猪剑振克在剑身 并将灵力提前储备器中 在需要的时候 直接激发便可 二师兄嘖嘖称奇 秀儿 是你吗 听着虽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这需要对法阵有极强感知和掌控力 不是修为高就能做到 师母露出姨妈般的笑容 想不到小枫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随即望向妙情 再看看 整天就会摆烂摸鱼 不动脑筋 却见萧一峰攻身一半 弟子有一事相求 还请师尊成全 老苏难得高兴 说吧 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弟子想独自下山游历一番 听完妙情小脸煞白 为什么 和我玩你不高兴吗 师父也提醒你的修为太低 根本不能自本 而萧一峰坚定表示欲不拙不成器 只有精力更多挑战 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得到英允萧一峰 顿绝有些枉费大家好心 但是有一些计划 只有独自在外才方便 思索间却听一道声音呼唤自己 是寒烟的声音 不对啊 她怎么会来这呢 下一刻只见胸口献出金光 寒烟送的玉佩 丢的一声弹了出去 随着玉佩在空中旋转 一个神似娘子的玩偶 竟赫然悬在半空 且像模像样 学起寒烟的勇气 萧一峰 立刻去广寒店一趟 她本是大成妻的广寒女仙 此刻却化身男人 只见不偶娃娃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 这是萧一峰第一次接近娘子 寒烟 我真的好想你 可娘子的脾气 真的要改一改 能不能帮我解冻一下弦 就在刚刚 萧一峰正准备下山游历 寒烟送的贴身玉佩 净化身王傲 且看样子比本尊还傲娇 性宵的 去广寒店一趟不得有路 悠喝 这小东西还挺好玩 寒烟如前世一样 总是喜欢搞这些稀奇物件 可事情发展并不顺利 只守弟子果然将其拦于门外 任由萧一峰做何解释 弟子总是已没有通传信物 将其拒绝 并表示广寒店主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得 妹子你这是棒打鸳鸯啊 真的很过分 正打算离开之际 却听脚步之声传来 师弟道歉 是我来晚了 听到出没解释 此乃师尊的客人 弟子一脸震惊 居然让青传弟子亲自来接 这家伙到底是谁 而据前世记忆 萧一峰知晓 出没为娘子最看重的弟子 此刻他也不知寒烟所为何事 只是说萧公子会来 你去迎接便是 店主就在屋内 公子好自为之 而屋中寒烟明显已等待多时 却仍强装一脸冷落冰霜 并问到你真的要下山吗 娘子怎会知晓 难道是这个玩偶 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如同做坏事被抓包寒烟 瞬间修红脸庞 连忙解释那只是一个护身符 你若遇到危险 他必有其用 可看起来这小家伙脾气不小啊 那个 人家不太擅长傀儡束缚 因此把我一丝神魂放了进去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像我 笑一封露出懂的表情 还有听说你最近很受师姐师妹的欢迎 若是嫌这个东西 兼是大可将其丢掉 开玩笑 娘子给的东西我会丢吗 而寒烟已懒得与他争辩 表示没别的事你可以走了 哪只其得寸禁止 竟将自己紧紧揽入怀中 顿时让仙子呆入目击 笑一封深吸一口香气 我不会辜负娘子心意的 软玉在怀老六 却没注意仙子表情 下一刻寒霜浸散整个房间 寒烟秀全握紧大喊出没送客 而出没睁大双眼 也没能寻到老六身影 寒霜散尽才瞥见人形冰雕栩栩如生 那个有劳师姐 麻烦找个火堆 把我考一下行不行